大家好,我是明香 最近孩子老是吵着要吃五骨酸辣鸡爪 很多人说五骨鸡爪虽然好吃,但是偷骨太麻烦了 那是因为你没有找对方法 今天教你鸡爪快速去骨的方法 花了10块钱没了这些鸡爪 先用剪刀剪去爪尖 鸡爪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 以及大量的钙、铁等矿物质 鸡爪去煮爪尖后一定要冷水下锅 然后放入鸡腥三件套 冲几了姜片黄酒 盖上盖子水开煮10分钟 鸡爪很容易熟的就不要煮太长时间了 否则皮煮烂了,脱骨就很容易碎的 把煮熟的鸡爪放入冰水里 再放冰箱冷藏30分钟使它更容易脱骨 趁这个时间我们把蒜拍散 再切成蒜末 撬放入碗里 再切一些姜丝 切好放一起 然后切一些小米辣 切好也放入碗里 碗中倒入一勺生抽、两勺橙醋 一小勺盐、两勺白糖 再倒入小半碗凉白开水 如果不喜欢吃甜的糖可以少放一点 把它搅拌进油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把冷藏好的鸡爪偷骨 用刀把鸡爪从中间切开 每个爪子都要切一刀 而且要切到骨头里方便下一步操作 去骨快速的方法就是用这根牙签 用牙签伸到鸡皮里 把鸡爪骨肉都分离了 每个爪子都用牙签滑一下 经过多种尝试 我觉得用牙签去骨最简单快速了 有了这种好方法以后 我们吃五骨鸡爪就不用去外面买了 骨肉分离后就可以直接掰开 把骨头去掉了 先去掉鸡爪的大骨 再把鸡爪的小指的骨头也全部去除了 用牙签滑一下去骨很干净 而且不容易破皮 有条件的可以叫家人一起帮忙脱骨 那样就更快了 看这样子是不是很完整啊 我们把它一个一个的全部脱骨放碗里备用 然后把它倒入大一点的玻璃碗里 倒入刚才的调料汁 再倒入辣椒油 家里有条件的再换一些香菜 再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 我今天做给孩子吃的是微辣型的 喜欢吃辣的朋友可以多加一些辣椒 搅拌均匀后 装盘子里即可享受美食辣 酸辣入味Q糖有嚼劲 既好吃又不用吐骨头 真的太爽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点个关注呗 我们明天见拜拜